近日 前加拿大安全情报级官员和资深媒体人 在国会作证表示 中共渗透加拿大超过30年 安全机构急需改革以应对中共的干涉 前情报官员表示 外国干涉已构成加拿大的生存危机 呼吁修改国家安全政策 资深媒体人表示 中共渗透涉及科技 经济等多领域 前中文媒体人披露 中共渗透海外桥舍干预加国大选 中文媒体人披露 中文媒体人披露 朱诺卡亚建议 加拿大应建立不隶属情报机构和王家骑警的独立执法机构 以应对中共干涉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高云林 安妮加拿大报导 中文媒体人披露 确认 确认